队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Math学院 本节课呢我们继续安卓的存储实现 那么在上一个案例当中呢我们讲解了一个聊天记录的实现以及保存 那么接下来的例子呢我们先给大家来讲一下 比如一些应用可以查询到我们本地的联系人信息 这一功能我们该怎么去实现 好的,那么我们来到当前代码当中 那事先呢我给大家解了一个类叫做ConcataActivity 那么这个Activity呢就是我们查询本地联系人的Activity 我们先明确一下 如果我们想要查询的联系人 他们其实是存在于哪里呢 好,我们打开自己的应用 来到当前的通讯录 我呢在这个应用当中有一些联系人信息 这些联系人呢里面都有他们自己的一些电话 那我们就实现用自己的应用 把我们联系人的一些比如姓名 还有他的一个通讯的号码我们给他查出来 这样的话就可以实现 在我们的应用当中我们查询本地联系人的一些信息 好,我们呢在这里面给大家重新创建一个类 这个叫做ConcataActivity 它呢首先已经关联了我们当前的这个布局 这个布局里面呢它有一个list view 我呢是附用我们之前写过的一个布局 好,我们在这里面来实现 查询本地联系人信息进行显示 这个案例当中呢我们需要使用到咱们叫做Content Provider 我们又把它称之为内容提供者 那么它可以实现一种什么样的操作呢 就是提供自身应用的数据给外界的应用进行使用 你比如在我们本地联系人当中 通讯录这个应用就提供了自身的联系人数据 给我们自己写的应用进行使用 这就是我们Content Provider去实现的 好,那我们想要看到这个联系人信息呢 我们先来到这个数据库当中 比如大家我们想要找到的数据库其实在哪呢 咱们看到的通讯录信息 它的数据库其实在DataData com.android.providercontact 这里面有一个database database里面有一个contact2db 这是一个数据库对象 那我们把它导出 你比如我们重新添加当前的一个数据库 选中我们contact2 OK,那么大家可以看一下这里面其实有很多张表 那么在对应的这个数据库contact2当中呢 其实有四个重要的表 分别是我们当前这个contact表 这里面保存了我们一系列的信息 比如它里面包含了我们photoID 同样咱们还有一个比较重要的表 就是这个data表 大家可以看一下其实我在这里面的一些数据呢 都在我们data当中 这里面我们有data1,data2,data3,data4 分别代表着我们存放的一些信息 还有一个比较重要的表是咱们这个for and local app 这里面呢它其实是关联着我们当前这个nobleys的number 以及我们当前的memort match 还有最后一个比较重要的表就是我们当前这个rollcontact 当然如果大家想对这几个表呢进行了解呢 我们可以简要的介绍一下 你比如我们contact这个表 这个表当中保存了我们所有的手机联系人 每个联系人呢其实都占有一行信息 这个表当中保存了我们联系人的第一个contact ID 最后一次联系的时间 以及是否包含号码 是否被添加到收藏家等信息 那么这个rollcontact这个表当中呢 它保存了我们创建过的所有手机测试的一个联系人 每个联系人也占用一行 表中有一列标识该联系人是否被删除 也就是我们当前这个deleted 在我们数据库当中删除数据呢 其实都是作为一个标记删除的 那该表当中呢包含了两个ID 一个是当前我们的rollcontact ID 以及我们当前这个contact ID 这两个ID值呢是我们经常会操作的 从而会把咱们当前这个contact表 以及我们rollcontact表 这两个表呢来连接起来 而在我们rollcontact表当中呢 它包含了我们contact ID rollcontact ID 以及我们联系的次数 最后一次联系的时间 比如还有我们是否被添加到搜索夹 显示名称 用于排序的汉字拼音等等的一些信息 而在我们这个miniType的这个表当中呢 它其实定义了我们miniType ID 即联系人每个字段 所标识的唯一线的ID 而到了我们data这个表当中呢 它包含的信息就比较多了 它包含了我们所创建过的手机测试联系人 当中的所有信息 这里面有两个ID 第一个是miniType ID 还有rollcontact ID 从而将我们data表和我们当前rollcontact表 以及miniType表呢 都给它联系起来 联系人的所有信息呢 其实都保存在哪呢 保存在我们当前这个data表当中 从data1 一直到data15 所有的字段当中 各列当中保存的内容呢 根据miniType ID的值不同而不同 我们回到当前的代码当中 使用listview 显示所有的联系人 你比如我们把它使用一个列表形式进行呈现 当然咱们到后续的时候也可以扩展功能 你比如查询咱们当前的通话次数 最后的通话时间 这些呢都可以从数据库当中 查询到对应的字段 好 我们再去使用的过程当中 如果按照咱们之前来读数据库的操作 我们首先先读到咱们的contact表 来获取到当前咱们这个contact ID 然后在我们当前这个rollcontact当中 根据咱们这个contact ID呢 来找到咱们当前这个rollcontact ID值 然后再根据这个ID值呢 就可以在我们data表当中 根据咱们rollcontact ID 来找到对应的联系人数据信息 这样的话其实是牵扯到一些联表查询 做起来呢也会稍微偏复杂 所以我们在这里面呢 就给大家使用另外一种形式 就是使用通讯录的内容提供的 直接查询对应的数据 OK这里面呢我们就直接操作一下 当然先给大家说一下 我们在操作content provider的时候 一般都会结合咱们content resolver 进行使用 那么我们会在下一课当中 来着重讲解一下咱们这个操作 首先大家可以看一下我在这里面呢 其实是有一些字段 这些字段呢分别表示的就是从我们手机当中 来显示出来的联系人信息 以及我们当前的联系人的电话号码 Number 他们都封装到了我们当前这个full类当中 它是导入了我们contact contact common data 它看字这里面有一个类就是我们复问这个类 那我做的一些处手化工作 并且呢也给大家用注释的形式表示了 你比如我们只在表当中寻找第一个显示的名称 就是我们display name 以及电话号码 就是我们Number 还有联系人ID contact ID 三条数据 那他们分别对应的一些字段呢 我也给大家拿出来了 我们在联系人这个应用当中 其实它可以有很多条联系人 而每条联系人在保存到数据库的时候 它其实都有对应的字段 所以呢我们在这里面 把联系人的名称 以及联系人的号码呢 我都用一个集合的形式 给大家存起来 我们简要介绍完了之后呢 接下来开始编写我们自己的一个程序代码 首先我们对当前的liserville呢 可以进行一下处处化 OK 接下来我们获取手机通讯录联系人的信息 好 我们封装一个方法 比如我们就叫做get forcontact 好 我们创建该方法 那么在这个方法当中呢 我们去写一些代码 我们已经在上面给大家说过了 咱们使用content reserver 所以我在上面呢 直接声明出来我们的content reserver 这个类呢 我们到后续会经常使用到 比如我们就叫它reserver 那它的一个初始化呢 我们在这里面直接来进行 reserver对象 就可以使用我们当前上下文 直接调用get content reserver 我们接下来就可以直接使用reserver对象 调用它的一个query方法进行查询 大家可以看一下这里面是有一些字段的 第一个查询的是一个UI 就跟我们系统提供出来的所有的数据都是用UI封装一样 我们从这个phone手机这个类当中 我们找到content UI 然后第二个字段呢 我们封装的是需要查询的哪些字段 那在上面呢 我已经给大家定义好了 咱们就叫做phone projection 同样后续还需要selection 我们不需要有任何的关联的well子句 所以它的站位符呢 我们也给定为空 排序呢 我们使用默认排序 所以这些值呢 我们都给定为空 返回值为我们的caster游标 接下来我们就进行便利 if 如果caster不等于空的时候 好 我们改成caster 那我们就开始便利caster 那大家便利caster使用我们的well去环境便利 里面我们调用mode to next 有下调数据的时候 接下来我们就可以获取手机号码 那这个获取手机号码 从谁里面获取呢 就是从我们caster当中 调用它的一个get screen 手机号码是一个字段类型 我们直接来拿一下 这里面呢 我们已经封装好了这个字段 咱们叫做phone number index 承接一下 我们使用string类型的phone number 你比如我们在这里面可以做一个小判断 如果我们手机号码为空 比如我们使用testutuse 这些工具类 调用它的一个is input方法 来检测某个对象是否为空 我们把phone number传入 那如果为空的时候呢 我们就让当前的循环 继续往下执行continu即可 那接下来呢 我们获取联系的名称 也是从我们caster游标当中 调用它的一个get screen类型 把我们当前的索引传进去即可 这个索引呢 我已经给大家写出来了 咱们叫做phone display index 咱们就叫做contact name 然后接下来我们获取id 因为所有的查询必须要有id 获取联系人id 从我们caster当中 我们调用的是get long类型 因为这个id值可以有很多 我们联系人可以添加很多个 所以我们用long类型进行承接 咱们使用的也是phone contact id index 返回值呢 我们就叫做contact id 然后有了这些数据呢 我们就可以往咱们的list集合当中进行添加 所以就是给集合添加数据 好 我们给咱们当前的name list呢 调用add的方法进行添加 添加的是我们当前这个contact name 同样往我们number list的当中呢 我们也进行添加 添加的是我们当前这个phone number OK 全部作用完了之后 我们就可以把我们cutter游标进行关闭 这样的话我还是避免内存泄漏 好 当前的数据源我们已经统计出来了之后 接下来就是适配显示 所以呢 我们需要有一个适配器 那在这个适配器所关联的布局呢 我也给大家写出来了 咱们叫做adapter-item 大家可以看一下 这个布局当中 我们上面显示联系人 姓名 下面显示联系人的手机号码 那么分别对应的 有它的一个id值 然后呢 我们创建对应的适配器对象 比如我们就在这个类当中 我在它的内部呢 给大家来拿一下适配器 比如我们叫做contact adapter 然后我们让它继承自extense base adapter 好 同样是四个方法 全部实现 好 像这些内容呢 我们之前都已经写过了 在这里呢 我就不再做赘述了 OK 大家可以看一下啊 我们这里面已经给大家把这个适配器呢 已经拿出来了 分别呢 我在这里面也加入了 wheel holder 这样的话我们也做到了复用 这里面呢 就是我们当前把这个adapter-item这个布局呢 映射成对应的一个wheel对象 那里面的这些东西呢 就不再追溯了 那么我们接下来已经拿到了当前的数据源 也拿到了一色view之后 我就可以把咱们当前的适配器也给它拥出来 provide 比如我们叫做contact adapter 其名字我们就叫做adapter 然后接下来呢 我们就可以直接对它进行一下出手画 adapter就总拥一个contact adapter OK 接下来呢 我们就直接设置适配器对象 好 这样的话我们就已经实现了我们适配器的一个操作 那么同样的如果我们需要对当前这个liserville进行拨打电话的操作呢 我们可以给当前的liserville 调用它的一个set onitem cleanclisten new一个onitem cleanclisten的对象 那么在这里面呢 我们就可以直接调用系统的拨打电话功能 这个拨打电话呢 其实是一个简单的intent的跳转 好 我们在这里面直接给上intent.action.call 然后呢 我们给当前的intent对象 设置它的一个data 这个data呢 也是一个拼接好的字段 大家也可以从这里面来看一下 其实我们的后续要写的content reserver跟它也很相似 你比如我们就直接加上咱们imcontact numberlist.get 根据我们当前获取的这个position 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把当前的 所要拨打的电话 拼接成一个带有tel的一个标识 把这个字段呢转化成一个UI对象 传给我们当前actioncall所能接收的应用程序 其实就是我们当前的这个拨号应用 然后咱们把这个i呢也给它拨出去 大家可以看一下这里面缺少一个call phone的一个权限 所以呢 在这里面除了我们call phone的权限呢 我们其实还缺少一个就是读取我们联系人的信息 所以在上面呢我添加两个分别给定 第一个我们是RAID-extended storage 我们读取外部权限 同样我们给定RAID的contact 读取原线信息 以及我们当前的拨打电话 我们叫做call phone OK我们可以把这个应用呢 给大家运行一下 好那我已经有了模拟器 运行在模拟器上 OK大家可以看到它已经报错了 好我们来聊聊Kat看一下它报错的一个信息是什么 大家可以看一下这里面给我们报的一个错误 call spy 叫我乱包 illegal state is happened get filed a solid from row03 filed 是我们查询的时候这个字段给定的没有查询成功 那我们看一下我们要查询的是什么 from projection里面给定了display name number con chat id 忘了给大家说一下了 咱们这里面表当中还有一些关联关系 所以我们在查询的时候呢 其实跟这个头像其实也有关系 所以我们再给它加上 form.photo id 虽然我们查出来了 就跟我们circlelite数据库表当中的ID值一样 我们查出来可以不用使用 但是你还必须把它给查一遍 这样的话我们才能显示出来 好我们把这个案例呢 再给大家运行一下 OK大家可以看到这里面呢 我们已经把我们数据库当中的这些字段呢查出来了 这些数据呢本身是在我们联系人数据库当中 并且呢我们打一下这个电话 大家可以看一下它已经正在拨号 好的 它已经拨出去我们当前这个信息 这就是我们本杰克的案例来查询我们本地联系人 来我们回顾一下这里面用到的一些知识点 我们要查询的一些字段呢组成的一个数组 一直把它放在哪呢 放在我们当前这个reserver去查询的这个UII 所对应查询的数据当中 那有的同学可能对这个reserver不是特别熟悉 我们会在下集课当中呢来着重讲解一下 content的reserver以及我们content provider它的一个关系 好这是我们本集课给大家讲解的一个案例 整体呢还是使用lessview进行适配 查询出来呢也是一个casers对象 我们只需要操作casers来取出数据即可 那么在最后呢我们给大家来一个思考的练习 你比如我们本地联系人呢 其实是一个通讯录的应用来提供出来的 那我们在使用的时候最重要的操作是什么呢 是不是就是我们刚刚去说到那个content resource呢 大家把这个实现的步骤呢来总结一下 OK那么本节课内容呢就给大家先讲解到这里 感谢大家观看安卓存储的实现 也欢迎大家持续关注麦子学院更多精品课程